音樂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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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這個Duff事件後 很多發展以後 他們就覺得 覺得這個共鳴記者很厲害 好那我自己本身我的工作 我跟各位講一下 我自己本身在Paylor工作 其實大部分就像老師講的 我去到處做推廣宣傳 還有教學 還有教學 就是我們會去叫後面記者 怎麼拍怎麼解釋 但是我們一直不敢 滲入的一個地方很中文 是不敢跟他們說 你要拍什麼議題 當初蘋果日報在跟拍 台灣的蘋果日報在跟拍 所以就是有人去申請到的官司線 說這個到底有沒有違憲的問題 那那個解釋之外 他大法官的解釋還有另外一部分談到 他當然他是說一般人 一般人 可是我們把他再把他說一下 就是保障公平記者的採訪資料 就是說大家都不是一般媒體的 也就是機構的 那大家會有疑慮是 我真的可以當記者嗎 我可以去採訪嗎 這個就是說我們一般會碰到的問題 所以我們會跟同學講這件事情 就其實你是一般人 你是有這個權利的 甚至我們現在的同學還會 還發生的事情就是有 就是商業媒體的記者 要來趕我們同學 要來趕我們同學 這是真的發生的 就是要來趕我們同學 然後我們同學說 我是記者為什麼不能開 其實我們當公民記者 當然公民記者沒有一定是哪一個單位 可是我們幾乎都是投在Taple 可是我們不能用Taple的影片 對 就是說以我們公民記者跟Taple的關係 就是他們只是一個母台 我們只是去投 我們出去可以說是Taple的公民記者 可是是跟購物是不是沒有關係 他用一台相機一支網路影片 在34天內 讓2000人 讓2000人集結凱到 總統要上我去 我就要跟你們在服責 我現在 就是我假如去講的話 我都常會喜歡用這個調題 叫做自己的媒體 當然我不是媒體 一個公民記者 也不是一個什麼單位 可是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就會就是會強調 個人也就是可能就是一個媒體 那主要那時候 在社大上的課 很大部分是媒體社會課 然後再過來 那時候的Taple也成立了 2007年Taple也成立 那時候有一個叫志村 志村他就來幫我們上課 他大概有兩堂課 就是講Paple 然後簡單教你怎麼做新聞 那當然在媒體事務裡面 我們也看到台灣的媒體的一些問題 那時候的一句口號就是 就來做你自己的媒體 你覺得媒體有問題 那你就自己來做媒體 老實講 而且我們不是科班出身新聞科系的 我們也不大會做 可是就是Po 真的Po 我們幾乎就是去拍去採訪然後就Po 用這樣的方式來練習 你只能引導不能用校的心態 你不能跟他說 我是專業的 你是不是專業的 因為我覺得有些公民在拍的過程當中 他們會覺得他們自己有一些他們自己的想法 你應該要讓他們保存他們這樣的想法 因為我記得第一屆我們辦這個所謂的 等一下再拍好了 我們辦這個影音動作方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 我們找了五個導演來教這些公民怎麼拍 因為導演都很喜歡幹嘛 分鏡 要畫分鏡 要分鏡去拍 那有一個公民就真的是抓狂了 他就真的是這樣子 我記得很深刻我在現場 他就說 你這樣瞧我都不會拍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他需要這樣的需求 我們可以去用不同的方式 增加他的一些專業上的經驗 但是如果他不需要 我們就用鼓勵的方式 讓他不斷的成長 其實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 我們台灣新聞 或者說台灣 全世界都走向在那種所謂的搞笑 或收視率高低來判定 一些我們好壞的一種方式 那大家可以發現 其實在2007年4月30號那天 是我們PEOPO 這個名詞叫做PEOPO PEOPO POST 然後取齊PEO跟PO 然後發音叫PEOPO 對不對 那我們有時候 PE會發B的音 變成PEOPO 就跟我們的 台語 我們叫做PEOPO 就是裡面有一個特別的技巧 各位 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是一個虛貫的數字 當然 我會跟各位實際講 不是每個人申請 就像大暴龍這麼厲害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躺著看 我都可以拿薪水 那其實 有一些人真的 他聽到這樣的數字 他申請了 你們猜猜看 有多少人申請之後 沒PO的 沒有PO任何新聞的 有多少 大概一成 有一成是完全沒PO過 那很少的啊 對 一成都沒PO過 那也有一些人很奇怪 就是他PO了 當年他聽到他有興趣 他有一些議題 他PO了 然後呢他就不見了 或是他也覺得 這不需要了 平均年齡是33.7歲 33.7歲 那這個是有後台統計過 不過這數字慢慢有在增加 那我跟各位講 這個平均年齡 跟我所看到的PEOPO的樣子 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PEOPO其實當時 18歲以上都可以參加 但是呢 我發覺在PEOPO裡面 真正有在做的公民記者 或是很熱絡的 很積極的公民記者 平均年齡不是這個年齡 大概年紀越大 人對這片土地 會有一種所謂情感的投射 所以相對他們 對一些議題上的 持續度是很熱情的 不過有一個部分 都是退休的 對 退休也蠻高的 當然因為有閒 那當然為什麼 學生都沒有後續 我跟各位講 會平均年齡拉到33.7 是因為學生拉低的 那當然有很多老師 很支持PEOPO 就會請他們同學 申請PEOPO帳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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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